自身歌手谢雷出道多年 至今已发行超过100张专辑 更是台湾首位专辑销售破百万张的男歌手 有着最自身宝岛歌王的美誉 谢雷的歌声浑厚又富有雌性 细腻真挚 深情款款 没有太多的技巧 但另听众仿佛身临其境 沉浸在其具有故事性的歌手 高龄83岁的谢雷近几年来 已险少出现在荧光幕前 先前更传出三度心肌梗塞紧急送医 然而近年来他从鬼门关走了一遭拳看开的 曾豁达对家人交代后事并称自己不要急救 没想到其实谢雷还有另一影集 一发作就痛到无法下床 他难受表示痛几次就怕了 而他日前久违受访时也分享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 让不少粉丝相当担心 谢雷一出道急走红 作为红变台港东南亚的偶像 他也曾开办巡回演唱会 没想到却在1998年7月的红看体育馆开唱时突然心肌梗塞发作 唱了三首歌曲就被送往医院急救 后来又分别在2008 2009年开唱期间突然心肌梗塞发作在送医抢救 开到长达11小时才成功保密 根据报道谢雷日前久违受访时就透露自己二十多年来都有痛风 我喜欢吃高胆固醇的食物但只要一发作痛到就不能下床 一开始不知道是痛风的谢雷依旧常常享用鸡肝 大闸蟹等高胆固醇食物 后来到医院就诊 得知自己罹患痛风后才开始忌口 近几年来谢雷已较少活跃于演艺圈 偶尔只唱一些晚会 空闲时候邀约有人吃饭 喝下午茶聊天 生活过得相当惬意 对于自己的心肌梗塞问题 谢雷也坦然表示 目前每三个月都会到医院追踪 谢雷不仅会唱歌 投资房产也很厉害 几十年前他在台北市仁爱陆圆环买下64平房子 之后又买了邻居的房子 大通城128平的豪宅 其中不仅有堪称能打羽球的超宽敞客厅 以及能远眺101的绝美景色 最让他最自豪的便是家中的收藏品了 还直言正是这些充满回忆又别具禅意的宝贝们 让他独具的生活一点也不孤单 谢雷·雷二公开承认 曾经论及婚嫁的女性是江霞与张琪 江霞是当时谢母在适时看重你的 但由于谢雷那项的个性 因而没有下文 后来谢母病重 催促谢雷赶快结婚 于是谢雷找了一家饭店老板的女儿相亲 但结果是被对方拒绝 之后在台南的表姐居中牵线 到张琪家提亲 结果张琪的男友杨静晨收到消息 当天就从香港坐飞机回台湾 张琪出道至今已60年 经典歌剧《我一见你就笑》 情人乔仍深植人心 年轻时由歌唱比赛冠军出道 当时亚军则是宝岛歌王谢雷 两人和唱傻瓜鱼也丫头一炮而红 成为那年代最受瞩目的荧幕情侣 陈国华提及 谢雷首次参加歌唱比赛就是被张琪打败的 张琪激动回应 谢雷这辈子恨死我了 气到奖杯都不灵 坦诚两人过去为此有心结 被撮合成荧幕情侣也是节目效果逼不得已 以至于后来粉丝见到他 进京兔 你怎么没嫁给谢雷 让张琪哭笑不得 说起谢雷早年的经历 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谢雷1940年出生在台北周台北市太平町的一个贫穷家庭 他是家中第五个诞生的孩子 他的手足因家贫被陆续送人抚养 最后只剩下二哥与他 他的父亲在大道城码头当过渔夫及船员 但因长期酗酒病染上不良事 后导致其家庭被迫四处搬迁 1947年 谢家搬到位在台北圆魂附近的林本园博爱医院 并定居在其中面积不到五平的储物间 随后谢雷进入太平国小就读 他的母亲则在建城市场附近摆摊卖草药与凉茶 因为家中当时仍持续期欠债务 谢雷开始积极寻思赚钱的方法 此外谢雷经常在放学回家后收听广播并跟着哼唱 也对美空云却感到崇拜 1956年 他考入玉达初级商业学校 并在期间学习声乐 但是因为家中经济压力加剧 他在不到一年后即被迫办理休学 返回家中帮忙母亲摆摊卖草药与凉茶 1959年 他入伍从军并被分发至台南县兵队服役 期间他曾负责主办军歌比赛并带领索鼠联队在比赛中获得冠军 但仍无法获其连长同意转入康乐队 不久父亲也在他福意借满一年前后过世 成为他人生最大遗憾之一 退伍后他返回家中继续帮忙打理草药 他生意直到1963年 1964年 远景广播电台举办交通安全歌曲演唱比赛 冠军奖金新台币200元 这对当时的谢雷而言是相当高额的奖金 虽然出赛通过 因为谢茂雄当时登记住址是寄住的仓库 已成废墟 邮差的通知信无法寄达而被退回 谢雷在路上听到景广在节目广播才知道消息 决赛时败给了张琪成为亚军 最后因为亚军奖金也是200元而接受 之后张琪与谢雷分别于景广签约 每日需至景广的空中歌厅现场演唱 但月先只有200元 而同时张琪歌唱邀约不断 加上因家境贫穷产生的自卑 寓意开口浓厚的台湾国语腔调 使他一度放弃 回家继续卖草药 但不到三个月后 又因放不下对唱歌的热爱回到电台 不久后 拍视现场直播节目群星会打算引进心血 尽管制作人李鹏远带张琪与谢雷拜访圣之后 两人受邀参与群星会 一开始两人是各自担任在大排艺人演唱后的电档小角色 某日因为群星会出现三分钟空档 甚至临时要张琪与谢雷合唱一首歌曲以免节目开天窗 于是毫无准备的张琪与谢雷合唱了《月下对口》 却因此大获观众好评而爆红 1972年起 谢雷就把工作放在海外作秀上 1974年 谢雷到菲律宾某家一总会时 因为对方拒绝放人 而被老板检举以公益之名行商业之时 最后被菲律宾遣返回台湾 而政府也禁止他出境两年 虽然事后台湾政府已经知道真相 但是禁止出境的命令一直没有解除 近两年间 除了不能至海外作秀 就连台湾电视节目的通告也几乎没有 之后谢雷便转往歌厅与秀场演出 显少在电视上露脸 但由于实质台湾秀场的巅峰期 谢雷的工作依旧满档 1985年 谢雷在高雄作秀闲暇之余到佛光山参拜 意外发现了一个迷路的幼童 即本名正贵方的谢小驴 谢雷将正贵方交孩给他父母后 日后只要谢雷到南部作秀 郑家父母都会带小孩去捧场 一日正贵方说要跟谢雷拼歌 使谢雷意外发现这孩子的歌唱天赋 谢雷开始在台湾南部找老师训练他 也收他做前儿子 积极培养谢小驴出道 1988年 当时名贯唱片的老板许安静 想找谢雷录制精选集 而这张专辑是谢雷的第一张台语专辑 当时对于主打歌选而畏惧 于是许安静找来数十个在夜市 与唱片行脉专辑的人一同选择 最后选出了九国英雄 是当时的创作人陈百坛描写许安静的作品 而谢雷本人是烟酒不沾的 但该张专辑却在三个月后销售超过七十万张 专辑同时也收录了谢雷与谢小驴的合唱曲《父子情深》 也使谢小驴走红 后来还与杨贵妹在1990年合拍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 而谢小驴受邀参加春晚就由谢雷陪伴 但因为选择升学 谢小驴后来退出演艺圈 再也不曾在荧幕上露面了 1998年7月时 谢雷在红看体育馆演唱时心肌梗塞发作 唱了三首歌即被送往医院急救 2009年时 谢雷谈及当年并发原由 称是因为尤雅临时想唱压后 谢雷准备不及 一级之下心脏并发 前不久 谢雷的亲生大哥爆料谢雷独占姐姐的遗产 此事一出 立马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据谢雷亲生大哥表示 他自幼就移居香港 当时谢雷致电告知姐姐病逝 并有留遗产给三兄弟 要他回台办理遗产继承 过户等城市 不过因为他人远在香港 因此签了授权书委托给谢雷 只是没想到当官司结束时 姐姐的遗产竟然全都归在了谢雷的名下 与当初说好的军分完全不一样 后来多次打电话询问谢雷 也总是被一拖再拖 对此谢雷坦诚却有此事 但从未独吞于产 他透露姐姐生前曾表示 有意将房产留给中风多时的二哥 但继承官司繁琐 大哥又远在香港嫌麻烦 三兄弟无意继承原打算充公 但二哥的儿子认为充公可惜 谢雷才帮忙跟政府打官司 虽然房产地产是登记在谢雷名下 不过他将房子留给二哥一家人住 另一处地产则出租给旁人使用 对于大哥的控诉 他无奈叹道 他在姐姐生病时有付过半毛钱吗 兄弟走到这步真的很难看 谢雷也说其实大哥的生活非常富裕 但却硬要夺走二哥唯一的栖身之地 前几年大哥有次趁他出国商演时 特地到台湾看房病指着二哥嘛 你是乞丐吗 为什么不搬走 让他事后得知很难过 如今83岁的谢雷 因为阅历的丰富 时光的洗礼 自然思考事情更为通透 祝福谢雷老师身体健康 保持心情愉悦 也希望更多人年轻音乐人 学习老一辈的敬业精神 和不计得师的豁达态度 创作更优秀的作品